好 在这一连串 所谓的这个宪法法庭 我们看到这个违宪的 这个判决当中 当然这个说不说谎的部分 大家真的非常有感 因为很多小市民很怕 有没有 你在网上发了条错误的讯息 突然之间检查来敲门 违反社维法 你有责任 你有法律责任 但是官员手上 我有这么大的权力跟预算 在我们的国会当中 可以不讲实话 免罚 你能接受吗 我想这是大家 不管蓝绿一支的共识 我很难接受吧 这个标准太不一样了 我继续问一下这个院老师 那我们就推到极致 刚刚亮哥讲 民进党真的很聪明 超前部署 这个赖清德得票率四成 投票率只有七成嘛 两成八七四二十八 对吧 三成不到的 那这个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次 也是少数 少数又怎样 我从根本 从大法官们把你翻过来 然后超前部署一连串 现在连解散政党都丢出来了 我们就推到极致吧 那你觉得呢 台湾的超级大总统制 加上你不听我话 我把你解散 会吗 然后呢 我觉得 以这样子的 这个视线的水准来讲 我觉得这几个大法官 根本不知道自己讲的这句话 对台湾未来的伤害在哪里 大家要想一下 这个伤害在哪里 你不能够天天在搞法律 天天在解释法律 刚亮哥讲得非常清楚 你干的事情是跟立法委员事情 你又没有这个权利 你又没有这个资格 你又没有人支持你 你就是人家一个人选你 这边当了大法官什么的 所以说呢 还会自己要不仔细地解释 诠释法律的内容 而自己要创造新的 我就举随便一个 刚刚讲到一般民众最有感的 就是一般老百姓 都不能够说谎 说谎要负担法律的责任 你知道吗 这怎么可以乱讲 那我们现在讲到说 政府的官员讲到说 问你那个高官的疫苗 为什么不买BNT多少钱 如果你讲高端疫苗 买5块 BNT的话是45块 讲完以后是谎话 然后你就过关了以后 然后发觉是谎话 然后呢 这个大法官的会议决定讲说 人是不应该说谎的 但是你既然说谎的话呢 他也不应该拥有法则 他政府的官员 那这个是什么道理 又要强调道德 首先第一个 你这个大法官 你解释这个法律当中的话 人家是说讲得非常清楚 你如果说谎 一般老百姓都不能说谎 你政府官员怎么可以说谎 就这么一个简单 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 他虽然把它解释成 是不是应该说谎没错 但是他不应该受到法律责任 谁应该负责 用刑法单位来检查 你到底是不是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那这搞一搞 老百姓都挺懵啊 所以黄国商不今天就讲吗 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 这官员可以说谎的 他完全不用法者 我说句良心话 世代夫之无耻 为之国耻 他们最在乎的两件事 每月的薪水跟退休金 就这两件事 剩下的有没有法者是最重要 因为法者当中 哦 法二十万 这个是实打实的一个惩罚 不可以 那我就问了 下次的话 大法官本身来讲 做这种解释的话 你一般老百姓 就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后来他说了 这个是刑法单位来调查 所以你大法官在逾越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任何的权利 我们要强调什么叫民主 民主这个是我们哲学界 政治哲学界基本概念 说谎刑法上没有罪 不是 他自己在那边讲 那很清楚说调查 都是要刑法单位来调查 这个是说他们自己 他解释说这是政治事件 基于政治的理由要说谎 为了要保护总统 保皇党 现在这个大法官成了保皇党 基于政治理由 你必须说谎的时候 那就要让他说谎 这是什么想法 你也不得不承认了 这个民进党 真的是政治手腕很高了 我的意思说 他在立法院投不过你 他用别的方法 不管怎样 我达到目的 所以这个超级大从统治 在台湾会成为现实吗 那在野党呢 你想想看 如果反过来 今天这一套是国民党搞出来的 你觉得在野的民进党会怎样 所以对于在野党 你觉得呢 未来守得住吗 我觉得这里面 这个刚刚亮哥也讲了 国民党没有办法学会 这个如果是国民党搞出来 我跟你保证红山军 什么颜色的军都来了 反正一定包围司法院 我刚刚想到 这个几十年 什么从太阳花 什么自由女神 什么喇叭花 什么通通都跑来了 我跟你讲 这个里面本身来讲 因为大家一定要理解 我说句话 在台湾的环境当中 这个例子是我从小活到大 我在了解这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属于那个人民主权的一部分 英文叫excluded 我觉得我被排除在外 就是说我所支持政党 现在这种情况下来讲 我觉得我没有属于这个人民主权 我在台湾大学教书 如果我有这种感觉的话 这个后果非常严重的 以前的话 任何大小事情 以前一讲到民主 民进党还取名叫民主进步党 这个多讽刺的现象 美国人不说话 完全不说话 如果我们对人民主权在哪里 因为我现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现在拥有为什么 刚刚亮哥讲得清楚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立法院通过的法律 它的位置是在整个宪法法院之上 它只能够做解释 就大家搞不清楚 那你不能够自己再立法 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有人民的主权 人民的主权的话 就是说民主时代 就是强调人民主权 因为我们也没有军权了 也没有神权了 只剩下人民了 黛大学老师 我觉得这个对照赖清德的个性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也不意外了 过去他就是以这个 硬带作成 我把这个话说完 你这个不能够 就是说不意外什么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教育当中 我愧对国人 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当中 实在是没有自己凸显 自己的重要地位 我们的法律教育 跟我们的这种哲学思考 通通都没有在一起到位 所以产生这种分歧的现象 这个导致 赖清德本身的话 这通通都是怪儿子 怪孙子的好的要命 对不对 然后他自己就 你刚刚讲说他什么 他觉得太过分了 马屁拍的太多了 所以赖清德讲说 他说他愿意到立法院 我愿意到立法院 来 我要听到立法院 但是你不要给我乱问 你问我拒绝答案 那个他没有回答 对不是他本来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会有很多 不认同这个 宪法被诠释的结果的人 会觉得说他们不属于 这个人民主权中的一部分 你知道这个后果 是非常严重的 好 最后让亮哥补一下 你觉得现在是不是 到了一个非常时刻 再也应该使出一些 非常手段 这个挡不下来还得了 这个没有什么挡不挡的 因为我们的宪法法庭 做的视线就是final 那接下来就是 你要不要根据他所讲的 来修法 那他通常会有一个期限 知道我们同分就是这样过的 那那个费死 国民党就不理他 国民党决定要在2026年推公投 要绑那个县市场选举 那这个我也不认为蓝白会理他 那可是问题就是 你以后委员会要成立 调阅委员会 民进党就会说这个不合法 他就会这样搞你 那他就来 以后周二周五 大家都来排队成立 调阅委员会 因为他主张这样 那至于官员说谎 那官员说谎以后如果被抓到 我们依法不能罚他 那我们就用政治力量 不准他上台 反正就用政治 因为他认为那是政治 这不是法律所可规范的事项 因为你输出刑法 就等于是放屁 因为刑法没有这种罪 刑法没有说谎这个罪 所以这个完全就是基于 民主制衡的原理 才有这个规范 而且各国都有 表示国会罪各国都有 事实上那个 以前川普那个经济顾问 他就因为表示国会 去坐牢你知道 那个Lavaro 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结果他竟然眼睁睁的说 没有这件事 那当然另外一个 就是针对司法院本身的制衡 那这个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 以后不要让他乱视线 所以宪法诉讼法一定要修 我至少要给你弄到三分之二 那至于原合怎么算再说 那另外一个 司法院如果认为这样 你还要来威胁什么解散政党 那就把他的预算也删了 这个叫做愿与愿的对抗 就是你自己都不要脸 那我干嘛要尊重你 就是这样 不是政治本来就是这样 就像卓龙泰 这个礼拜五飞到立法院 报告那个原住民补偿不可 但要提出方案 不然总预算没有办法 送到立法院 这已经卡住了 我跟你讲很多政治到最后 真的不讲理起来 那就是谁的力量大的问题 这就好像阿扁贪污 那为什么司平德可以 造那么大的一个市 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是国民党 你说国民党现在都睡着了 那司平德为什么可以 弄出红山军这么多人 那个你如果把阳台 全部都算在那天桥 那天大概有五十万人 那那个市为什么造得起来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 不要去归因到说 国民党本职跟民进党本职不一样 我跟你讲政治不是这样的 那个市是怎么来的 完全是政治精英的问题 所以你不要去归咎 说国民党的人就是不会 谁说不会 我就看到司平德红山军那个市 就是比支持阿扁的市还要大 司平德不是国民党 可是去的人大部分都是国民党 都是蓝的嘛 我那天有去 但是它不是国民党 就是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有很多力量 很多力量都去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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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